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夥伴 大家午安 我是王淑玲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的一場車禍 撞到脊椎 脊椎無法開刀 所以後來去推拿 推拿的時候 他給我吃了一顆藥 我就不痛 不痛了之後 到有一天 早上請來的時候 發現我的臉 腫得跟原氧一樣大 所以藥裡面含有類固醇 去傷到我的腎臟 因為這個開始 我才開始學營養 我在日本學了營養 學了六年 然後花了時間 去做很多研究 因為我沒有辦法吃藥 我只能夠從食物裡面 或者是營養素裡面 去幫助我的身體 恢復我的健康 那所以我在營養品 這個部分 已經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也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我想我們今天 以愛多美的產品來講 我會從營養品部分開始介紹 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我從這邊就開始進入主題 OK 那以身體來說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 就是說我們把身體 當成一間房子 房子什麼地方需要最乾淨 廚房要不要很乾淨 如果你們家裡面的廚房裡面 都廚餘很多 那你們家再怎麼名貴 一走進去 會不會氣味都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氣味不對的時候 它會開始滋長很多的東西 例如說很多的蚊蟲蚂蚁 對不對 蟑螂 那這些的環境 它不乾淨的時候 再住在裡面的人 就容易滋生一些的細菌 然後開始生病對吧 所以以我們的營養品來說呢 我們這些食品 我們公司的食品來說 第一個來講就是說 我們從身體裡面來看的時候 最重要的時候 我會建議從哪裡開始 從腸道 腸道如果好 身體就不容易老 那如果從腸道的這個部分呢 把它照顧到好的時候 身體它其實就能夠比較強壯 我們常說胃腸不好的小孩 吸收不好的小孩 它就比較不容易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腸道這個部分呢 它掌管了非常多的部分 那我們從最簡單的來看就是說 很多人吃了益生菌之後 它開始有排便的現象 它本來有便秘 那事實上來講 便秘跟益生菌 它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便秘這件事情 它關於非常多的事情 包含你的水分 你的纖維 你油脂夠不夠 那腸道裡面呢 我們益生菌 其實只是掌管它其中一個部分 也或許這一個人 他剛好他的益生菌裡面 他缺乏了 補充了這個東西進去的時候 他的排泄的這個部分 就順暢多了 那也就是說 實際上來講 在腸道裡面呢 它是好菌跟壞菌聚集的地方 如果你好菌多 壞菌少 身體的這個部分 自然能夠平衡比較好 如果他的壞菌多 好菌少的時候 身體就會比較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單純只是便秘 所以實際上 我們常聽到很多人就是說 他會來問我說 他是生病了之後 他要吃多少量 實際上營養品不是藥 它不是因為你要吃多少量 它才會變好 而是因為你如果每一天 能夠適當的給身體一些營養素 去保護他的時候 他比較不容易被感染 是這個概念 所以益生菌來說呢 他其實是掌管非常大的部分 包含其實我很重視的叫做孕婦 因為一個小孩 他不是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給他很多的營養素 而是他在媽媽母體裡面 他就掌管這小孩 其實未來他的體質的好壞 那如果媽媽本身的體質不好 他都壞菌多 實際上來講 這小孩要好菌多的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從孕婦開始在懷孕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定時的每一天 攝取營養那個益生菌 那直到他生下來之後到哺乳之後 他這個益生菌都不能離開的 那也就是說當有一些小孩 他其實是剖腹產的小孩 剖腹產的小孩我們通常都會知道 剖腹產的小孩比較不容易帶 因為他可能比較容易一些 生病的這個機會會比較高 那為什麼 因為從媽媽送給小孩子 第一份的禮物就是從益生菌開始 也就是說嬰兒在母體裡面 他的在子宮裡面 他是一個真空而且無菌的狀態 當生下來的時候 他精油產道出來的時候 會從媽媽這邊的小好菌 這些菌總會附著在這個嬰兒的身上 那生下來之後 這個迅速菌會大概在三天左右 他會大量的繁殖 那也就是說 這個對於小孩的免疫的保護的功能 這個是媽媽送給小孩最好的一個禮物 可是剖腹產的小孩 他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也就是說剖腹產的小孩 他從這邊一拿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拿到 媽媽的這個好菌的給予 所以基本上來講 剖腹產的小孩 他其實比較不容易帶 如果又是沒有哺乳 不是喝母奶 因為菌也會從母奶 可以給予這個嬰兒 所以如果這一個部分 他連帶性的 都沒有得到的時候 實際上來講 小孩他的體質要好 是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有從很多的管道裡面 如果這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或者是母體的時候 那這個益生菌 其實他每一天都要補充 保護自己 所以透過我們這個 一條裡面有12種的益生菌呢 每一種菌它對身體裡面的 防護功能是不一樣的 有些對於鼻子過敏 有些對於皮膚過敏 有些對於腸道的吸收 有些對於大腸的部分 有些對於胃部的部分 它是不一樣的菌種 會在身體裡面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我們這樣子 一條12種菌 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這樣一條才我們賣14塊半 那市面上有很多的飲品 每一種菌都是一種飲品 例如說養差多是一種飲品 就是一種菌 然後LPXX的那個 也是LP菌的一種 那每一種菌都是一種飲品 那你想想看 這些的飲品 12種菌 我們在市面上 每一種全部都買回來吃的時候 我們要花多少錢 不少錢 可是我們這樣子 一條菌種 有12種的菌種 在裡面我們這樣子 才一條賣14塊半 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的划算 我們常常講說 我一天如果社區四條 我大概不到一杯拿鐵的錢 可是它對我身體的作用 遠超過於拿鐵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益生菌 那另外一個產品 就是我們所製造的蜂蜜銀 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其實我們聽過很多人 因為它的關係 而身體做了一些的調整 那實際上來講 它並沒有很神奇 對於我來講 我把它解讀的就是說 實際上來講 現在市面上的營養品 幾乎很多都是西方的營養素的概念來講 可能你可能買得到很多維生素群類的 或者是營養劑的產品 但是以我們蜂蜜銀的產品 它其實是最重要 它還有三種 最重要的叫單龜川雄跟白韶 它以中草藥的這些的成分 注入在我們的這一包銀皮裡面 那這個產品其實跟我們蜂蜜銀裡面 還有另外一些的產品的搭配 它是非常完美 因為除了我們剛講到 當龜川雄 白韶這個棕草植物之外 它還有含有B群 維生素B群 還有C 還有海藻鈣 那這些的成分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它是相輔相成 對身體做一個很重要的調理 所以我常講說 營養品類的東西 畸形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假設它是一個顆粒狀 或者是膠囊狀的 實際上來講 你要吸收它其實是比較有困難的 那膳式我們的產品是什麼狀的 液態的 也就是說你直接這樣子喝完的時候 從舌下到你的胃然後腸道 吸收的速度是很快速的 第四個我要講的產品就是 我們的那個輕食餐 這個輕食餐 那很多人覺得這個輕食餐一包 合起來大概50塊對不對 會不會覺得好貴喔 會嗎 有些人點頭有些人不會對不對 實際上來講 我們通常都不知道 我們每天早上花錢去吃什麼 我們早餐吃什麼 還有咧 豆漿油條對不對 你們都花錢 那邊也要不要四五十塊 一杯奶茶對不對 通常都用那些人工的奶精 素化劑給你喝 你都沒有覺得那貴耶 因為健康才是最貴的 什麼床最貴 病床最貴 可是我們每一天在糟蹋我們自己 所以實際上來講 你用一包50塊去買的 這一包的輕食餐裡面 你知道有多少物超所值嗎 因為你裡面有很好的 優良的大豆蛋白質 也就是說你一天早上 你要去吃到的這些 叫做什麼肉 合成肉 組合肉對不對 這些又加上經過非常多的 甜那個人工調味料過的 這些蛋白質 其實它都不是一個很好的良性 優良蛋白質 那我們每一天都給我們自己 跟小孩吃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在殘害 因為我常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吃進去不重要啊 重要是你怎麼排出來 很多東西就是因為排不出來 才會有這麼多的疾病產生 所以說我們的這一包產品裡面 它有非常大 40幾%的優良的蛋白質 再加上非常好的 這個我們的蔬菜跟我們的碳水化合物 然後再來呢 它有五種的益生菌在裡面 然後再來它有維生素在裡面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些香草的成分在裡面 也就是說你吃了這一包的東西 我常講就是說 你到底給身體是存款還是體款 為什麼你吃東西進去你會疲累 吃東西進去不應該累的 因為你是給營養素 輕食餐你絕對不會疲累 你只是會很快就餓 為什麼 因為它代謝開始了 因為你給了營養素 它足夠身體可以代謝 所以這個代謝才能啟動 啟動我們才是活著 那你身體吃進去的東西 它不能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身體的營養素太少 我們反而一直在提款 我們要耗掉身體很多的這些 自己儲存的這些的能量 去幫助它把它排出去 所以如果你喝了我們的產品 你會覺得餓 那我恭喜你 因為你的代謝開始啟動了 那這個才是正確的 那它沒有辦法代餐 不是代餐 不是吃了它 就不用再吃別的食物 那這樣我們人活著幹嘛 我們做了一個月 如果能夠賺到300萬的話 我們光喝它就好了 我們都不用吃牛排 我們也不用看到海鮮 我們不用吃龍蝦這樣嗎 不對的 是食物之外的時候 我們去藉由它來補充身體 這樣的營養素它才叫做一個輕食的營養素 對於我們的食物 因為你吃了它 不要誤導你的客戶 不是吃了它之後 你的食物就不能吃而不是 因為如果吃了它之後 你的食物在不吃的時候 身體會反彈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腹胖 或者是它的身體的狀況 就會產生了更多 所以基本上請各位在吃它的時候 您一定要吃真正的食物 而不是食品 好嗎 OK 那我們再來呢 我大概營養品都談完了對不對 接下來 當我們身體能夠排除之外呢 排除一些毒素之外 當然你想盡辦法花了錢 去買了益生菌 去買了蜂蜜蜜 開始一直在幫你做體內環保的同時 請你不要在外面的東西來讀自己 比如說你去買便宜的洗髮精 便宜的沐浴乳 那這些的因為便宜的關係 它覺得用到的材料不會很好的 所以基本上我請各位 請要先使用我們的媒體事件組 這個一定要使用 從頭開始 因為你的皮膚你的毛孔 它都能夠去吸收進來很多化學的物質 當然它也能夠使用對的東西 它能夠保護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的洗髮精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我們所有的產品都是濃縮的 你如果只有按了兩下 就往你的頭上抹 它一定沒有辦法起泡沫 很多人就說你們的東西好難用 不是 不是我們的東西好難用 是用錯了 所以請在洗頭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你的頭髮打濕 全部弄到濕 再來你按洗髮乳 然後按完之後請你把它搓開 搓開的時候它會產生泡沫的時候 從頭髮開始洗 你的泡沫就會很多了 那最重要洗髮精不是洗頭髮 是洗頭皮 因為其實我們的頭髮並沒有很髒 髒的是什麼 因為你頭皮會出油 所以請你把它沖掉的時候 再洗第二次 好好去按摩你的頭皮 把你的頭皮清理乾淨了之後 再用我們的潤絲精去弄 放在你的頭髮上就好了 那放在頭髮上呢 自然而然你的頭髮你沖水 掉了之後呢 它就開始變得很滑順 然後你可以再使用我們的養髮液 那養髮液我覺得對於我來講 因為我不是很容易掉髮的人 但是我覺得因為我是指髮 那我覺得我使用它了之後呢 當我把洗頭洗乾淨的時候 噴完養髮液 再把我頭髮吹乾的時候 它就會碰碰的 很多人不喜歡塌塌對不對 好 碰碰的 有沒有碰 滿碰的啦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沐浴乳 那沐浴乳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濃縮的沐浴乳 所以請建各位呢 可以使用沐浴球或者是沐浴巾 把它戳出泡來用這個泡去 幫助你清洗身體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這些的清潔劑 我們的這些清潔劑裡面呢 它並完全沒有任何的 雌激素跟塑化劑 所以請各位可以安心的使用它 那我想要介紹就是我們的洗衣粉 這一次我在花蓮的時候呢 夥伴他們家買的洗衣粉 我是第一次用到 因為我都一直用洗衣精 我真的覺得它好棒喔 因為呢 夏天男生是不是身體很容易流汗 然後就會有臭味 那尤其是穿純棉的衣服 是不是很容易就會有卡住那個很討厭的味道 然後呢我們的產品呢 我第一次放下去到水裡面的時候 我才看到它整個全部都冒泡起來 它不是冒泡 它是因為裡面有酸跟鹼的結合 所以它會開始呢整個幫助我們 而且我們的這個洗衣粉裡面它含有酵素 所以當我們把我們洗完的衣服了之後呢 那個衣服的乾淨度正是讓我嚇了一跳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我們的柔軟精 放進去的時候呢 整個衣服的柔軟度 它不會洗起來整個衣服硬邦邦 所以穿起來曬過太陽之後 衣服會非常的清香一整天 它不會有那種化學的那種臭味道 所以我也有一個出家師傅 因為他呢經常隔壁那些種什麼香蕉 送拔辣的這些人 他們都會拿這些來送給師傅們 然後師傅不好意思 師傅就說你們經常 那個工作衣服都很髒 不然送你一個那個洗衣粉好了 結果後來送了這個洗衣粉之後呢 結果洗完了之後 他媽媽隔沒兩天就過來跟他講說 師傅啊你那個洗衣粉是哪裡買的啊 我怎麼在市面上都沒有看到啊 他說怎麼了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兒子那個衣服本來都臭的不得了 現在洗的你那個東西都好香耶 然後師傅還幫他訂貨耶 你看我們愛多美多厲害 他沒有賺錢耶 可是愛多美那個師傅有沒有幫他的 旁邊的這些信徒們 然後訂貨給他們使用 也用到好產品啊 所以我們的產品真的是會說話 因為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跟人家解釋 然後再來呢我想要講的就是精油貼布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呢我其實一直在試這個產品 那各位其實我經常一天貼15片 我從腳底貼然後肚子然後貼腎臟然後貼我的背部 因為我的腎臟很重要我不想洗腎 所以呢那我的背部肩頸這樣子 我一天貼15片然後每天都走來走去 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精油貼布其實外面有很多的貼布對吧 那我們的貼布最重要跟別人差異在哪裡 因為它除了我們所知道它的精油萃取的成分 它是非藥性的 那精油本來它就會有舒緩的效果對吧 然後最有趣的是我爸爸快80歲了 我爸爸這一輩子吃我很多的營養品 他到現在一個月大概花我一萬塊 吃到很用耶 他去年前年還去西藏 可是呢我爸爸從來沒有幫我介紹過一個東西 你看他吃那麼久從來沒有跟我介紹 結果後來呢我就想說精油貼布反正多的就給他看好了 他就跟我講說他腳抽筋 我就拿精油貼布給他貼上他的小腿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爸不然你把它貼在你的腳上好了 然後後來他就把它貼在腳底板 結果呢他自己獨發奇想 他就把它剪一半然後貼在哪裡 貼在額頭 然後呢我後來第一天看到他 我覺得很好笑我想要把它拍照起來 可是我沒有拍 就第二天的時候我看到他又這麼做了 我發現奇怪呢 他怎麼會一直這樣做 我就問他說 爸你為什麼要這樣貼 他就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 這個真的好碎 變得好碎喔 貼額頭 貼腳底 所以我跟我爸說 你不用省了 因為一包五片才七十八塊 你去給人家做個腳底板 我們都要多少錢 那你就直接整個人把它貼上去 可是老人家還是節省對不對 後來那一天我去花蓮的時候 我姐就跟我講說 聽說你爸爸一直出去游泳的時候 去介紹那些歐巴桑 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很好 你可以回去貼貼看 你們藥可以不用吃那麼多 連我快八十歲的爸爸 現在都可以一直出去幫我分享金油貼布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產品真的因為他產品的品質太好 沒有上過課 我爸沒有聽過我講 他都能夠出去分享啊 所以呢對於各位來講的時候 你們在分享這個產品 絕對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當然今天我們知道就是說 保養品的部分呢 臉部的保養說實在話 其實很多人他們買了六件組 不買四件組 其實我是不建議這樣做的 因為第一個清潔的第一步 保養的第一步就是清潔 如果你清潔不乾淨的時候呢 對於你的保養來講 它是打折扣的 甚至有很多人之前 他可能用了一些化學的酸類的 還有做過醫美的 他並沒有在做過徹底的清潔的時候 使用我們的產品 它會有一些紅腫刺痛的感覺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各位在我們的清潔制建築 一定要讓他們能夠順序的去使用我們的產品 很多人他們是不用卸妝的 卸妝的部分 尤其是在高雄 我真的很誠心的建議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那你今天有沒有開車有沒有騎車 你都要用使用卸妝 因為卸妝是能夠卸掉油性的部分 所以你先用卸妝乳 輕輕的幫助你把你的臉部按摩 按摩完了之後請你用 我習慣是用面紙去把它擦掉 擦掉了之後呢 我手洗乾淨的時候 我才會用第二瓶的洗面乳 這洗面乳我會擠一個紅豆大一樣的大小 然後呢用水去搓開 那我後來發現有很多人都搓不了泡 沒有辦法起泡 其實因為他們的搓手方式是這樣 它會一直這樣 它兩個手掌是貼著一直搓它的 那各位有沒有知道那個 拿鐵怎麼去打出奶泡的一個原理 它要不要有空間 它要不要有空間 然後有一個空氣可以讓它進去 所以請你在搓這個洗面乳的時候 請你手要拱著 拱著的時候 讓它有水有空氣可以產生 這樣的時候 它才能夠搓出很綿密的泡沫出來 那你是要用這個綿密的泡沫去洗臉 而不是用它沒有搓泡出來的 這個濃縮液去洗臉 因為各位知道我們的洗面乳是濃縮的嗎 如果說你並沒有把它搓出泡沫的時候 很多人洗我們的洗面乳 他說不好洗很乾 實際上是它用的方法是沒有對的 所以第一個 你要建議它把它搓出泡來之後 用泡沫洗臉 那這個樣子你會洗得非常的乾淨 用水清潔掉之後 再來第三個部分我們就做去角質 那這個去角質呢 我們敷上我們的皮膚之後 請你靜置它大概三到四分鐘 因為它並不是市面上 這些去角質膠裡面它含有塑化劑 所以當你放上去之後 你怎麼搓它 它不會馬上出血血的 你必須要讓它停留 去分解你的老肺角質之後 大概三到四分鐘 乾 手乾 臉乾的狀態塗上去 然後之後用你的乾的手 去輕輕的摸它 而不是搓它 因為有很多人在這個動作的時候沒有做對 它很用力的去搓它了之後呢 反而讓你的皮膚受傷了 這個時候其實我通常講說 你要是要那麼用力的話 你根本不用用我們的曲角質 你就用你的手一直搓它就好了 你看能不能搓出角質 所以它只是塗上去之後靜置 然後輕輕的摸出來的時候 你的角質 勞費角質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的產品一瓶非常的便宜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我經常就是大概一個月 我會做兩次全身的曲角質 從臉部到腳 那我做完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頭皮如果可以去那不是很舒服嗎 我下次想要來試試看 我們用頭皮曲角質是什麼感覺 那當你完全曲完角質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好摸得像嬰兒一樣 非常的滑嫩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面膜 在這個時候敷上去 它就是一個再度緊緻的一個效果 那通常我就會這個時候先上我們的保養組 不管你是用六件組或者是舒緩組 那如果他是皮膚過敏的人 我們會建議他從舒緩組先入門 那舒緩三件組它的化妝水 它是比較液體沒有那麼濃稠 那很多人他告訴我說 他的皮膚是過敏的 所以他用了我們的東西會刺痛 實際上來講不是過敏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常常是皮膚缺水很嚴重 因為有很多人他們其實是沒有做愛多美之前 是不保養的有嗎 怎麼樣他們都沒有在擦東西的 所以他們皮膚其實是非常的缺水 那缺水的時候一旦擦上我們的產品之後 尤其我們的產品又小分子吸收度很快 所以你如果水分不足夠的時候呢 皮膚它一下子太多的營養素進去 它就會有一些的反應 所以通常有像這樣的現象 我就會建議他請他使用我們的化妝水 因為如果他的皮膚有沒有過敏 通常在第三個步驟去角質的時候 我們敷上去很多人他的皮膚就已經開始泛紅了 那這個時候千萬請各位不要用力去搓他的皮膚 請他如果皮膚再敷去角質的時候呢 就不要搓他了就直接用清水把它洗掉 接下來你可以用到的就是我們的 舒緩三件組的化妝水幫助他補充水分 這個時候我其實是會上六次的化妝水 乾了擦上去乾了再擦乾了再擦 把你的皮膚的細胞養足水了之後 後面所有的保養品用的量都不用多 所以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原來他出油性的皮膚 是因為他是缺水而不是他是油性肌膚 他只要把他的水分補足夠的時候 他的出油的現象就會減少 因為當你的皮膚裡面細胞他沒有足夠的水的時候 油就抓不住 油就會跑出來 所以水化妝水是我用量最多的一次 對不對水嫩水嫩對不對 沒有水怎麼會嫩呢 所以皮膚他要喝足夠的水 不是很多人跟我講說我喝很多水 不是 是你的化妝水要足夠 要量要足夠 好 那當你化妝水上足夠了之後 接下來我就會上眼霜 那眼霜呢 因為我們的產品非常的 成分非常的好 那這個成分非常好 它對於我們的細紋 對於我們的皺紋 還有整個頸致拉提的部分 它是非常的有效果 所以我們的眼霜 我不是只有擦眼睛 我是擦全臉 因為擦全臉 因為外面 為什麼外面的眼霜你沒有辦法擦全臉 是因為他們15ml就要幾千塊了 我們現在幾ml 我們現在40ml才 團購價才多少錢而已 所以呢 如果更願意擦的人 連脖子到肚子都可以擦 那包含韌成紋都會不見 所以當眼霜上了全部的之後 接下來呢 就會上精華液 精華液 精華液 那像我們的舒緩三建築的部分 精華液我會建議用水一起稀釋再擦 公司也是這樣寫 那重點是在於哪裡 如果你有擦了六次化妝水 你的水已經補足的時候 其實精華液上上去 它就比較不會有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你只擦一次的時候 水不足的時候 你擦精華液的時候 因為它的濃度很高 所以你皮膚會覺得不舒服 那最後我們再擦上我們的乳液 六建築也一樣 那我最後講一個我們新產品 叫做什麼 寶石三建築 那這個寶石三建築呢 其實就是說很多人問我說 那這個到底怎麼使用 跟六建築怎麼使用 那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寶石三建築我會用在晚上 晚上的時候我會做皮膚的修護 因為它除了我們知道的 竹子液跟白花素液之外呢 它其實在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成分 除了我們講到它裡面還有乾草 蘆薈 這些都是對皮膚有一些鎮靜 抗髮眼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 它含有一個積血草的成分 那我們知道積血草的這個成分 其實就是我們可能對它不是很熟悉 但是類工根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就是跟它屬於同一個類科類的 那它對於皮膚呢 它有抗發炎抗脂外線 這些的效果都有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 他譬如說他長痘痘 或者是他曬傷了 皮膚有一些的傷口隱形傷口 你這樣看它可能沒有任何的感覺 它有傷口 可是當你擦上了東西它會有刺痛 這個就是皮膚有受傷的現象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在我晚上的時候我會大量用 還是一樣上六次的保濕化妝水 保濕三件組的化妝水 把它補足了之後上精華液 那再來呢 我會上眼霜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它有一瓶保濕凝膠 那這個保濕凝膠我會厚敷 厚敷就是把它敷得厚厚的 看不到你的皮膚 英文文一瓶有沒有五百塊 沒有耶 那你就可以做腕彎凍膜 你可以把它做成濕膚 把它厚厚的敷上去之後呢 第一個 你要的話就用我們的四件組的 那個叫做什麼 面膜 緊緻面膜 第二個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化妝棉 買市面上的化妝棉 去把它沾濕 用水把它沾濕 沾濕完之後呢 上上我們的保濕化妝水 然後呢把它撐開之後 貼在你的皮膚 這個叫做濕膚 如果你今天不用水 去把化妝棉弄濕 你全部要用保濕化妝水 我也沒關係 那但是這樣比較多 所以呢你基本上來講 用上這樣的濕膚的狀態 讓你的這個凝膠 可以長一點的時間 成分慢慢的讓你的皮膚吸收 然後去整理一下你的皮膚狀態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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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